你想要克莱因蓝却调成了扶不了的墙 你想要马卡龙粉却调成了脸上卡了粉 你想要化梦幻少女却调成了死亡巴比 不 你不想学会调色 那么你也就解决了水彩50%的问题 比如说你今天看了一个水彩教程 步骤超简单 于是一时冲动买了各式各样的颜料 准备开始自己动手动笔前 却发现我不会调色 明明跟着步骤这个加那个 调出来的颜色却奇奇怪怪的 好气啊 明明步骤超简单的 唉 我就是调不出教程里面的颜色 要是我会调色这样话还不轻轻松松 在网上找了一大堆公式 到头来要么记不住 要么反复暂停对着操 或者太复杂听不懂看着发困 到头来学了一个寂寞 好不容易积累的坚持和耐心都消失殆尽了 呵 新买的材料都吃灰去吧 为什么会这样呢 调色真的那么难吗 那是因为你不懂原理 就像是做菜 教程说加少许盐 你永远不知道到底是加多少盐 但是调色它又不是做菜 你跟着那一套学 你永远都学不会 本期内容不仅教会你调色 还会教会你为什么要这么调色 在学习调色之前 我们先认识几个概念 第一就是明度 那么什么是明度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物体的明亮程度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把彩色的画面给去掉 或者说我们想象一下黑白电视机里面的画面 每种物体不同的颜色对应了不同的明暗 例如这样 再举一个例子 不同颜色之间的明度也是不一样的 例如橙色的物体 就会比红色的物体的明度要高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试验 很显然 我们验证了这个结论 这样大家对明度的概念也有所了解了 我们通常可以通过加入白色 来提高一个物体的明度 在水彩当中加入水分 同样也可以达到提高明度的效果 那么怎么去降低一个颜色的明度呢 这里会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但大家不用慌 我们一点一点把这个东西去理清楚 举个例子 一个红色的物体 在黑白的画面中有它固定的明度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原来的红色更红 在黑白画面里看起来达到面暗的效果呢 没错 你可真是个小精灵鬼 那么聪明的你 还能想到用其他的方式去降低一个颜色的明度吗 是不是可以通过把这个颜色加入一点点黑色 让它变得更暗呢 像这样 是不是同样也能达到变暗的效果 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我们在绘画调色过程中 最好不要直接引入黑色 例如像水粉 这样会让颜色色相上色的过快 导致颜色变得脏乱浑浊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去认识几个新的概念 这样就能解决具体该如何去做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概念叫做纯度 也叫做饱和度 用简单好理解的话来说叫做鲜艳程度 就好比 没那么红 有一点点红 很红 特别红 是不是非常容易理解 我们把这种过程叫做纯度的提升 反过来的顺序叫做纯度下降 比如相对于这两个色块 左边的就会比右边要鲜艳 提高纯度的办法也很简单 比如说这个颜色偏向于什么 我们就可以多加一点这个颜色 比如说圆的肤色它是一个比较亮的橙黄色 那我们就可以多加一点这种颜色 它的鲜艳程度就会提升 而降低纯度的办法就是去加这个颜色所对应的补色 让它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橙黄 那么我们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加入一些少量的蓝紫色 它的鲜艳度就会迅速的下降 那么什么是补色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概念 我们来做一个试验 大家可以盯着这张图片看一到两分钟 也可以按下暂停键去仔细的去看这张图片 然后再去看这一张没有颜色的底片 大家有没有看到新的颜色呢 这种效应叫做补色效应 如果一个颜色它足够的鲜艳跟刺眼 那么在我们视网膜形成图像之前 大脑会预补出与之完全相反的颜色 来让你看到的这个颜色没有那么的鲜艳 当你看到的图片或者颜色测取 大脑中预补出的颜色不会消失的那么快 这样我们就能看到跟原来那个颜色完全相反的颜色 也叫做互补色 总之我们可以理解为反译词 比如红的反应词就是绿 蓝的反应词就是橙 所以调色的过程当中 加入补色可以迅速的把这个颜色的纯度去降低 OK最后一个概念我们叫做冷暖 也被叫做色相 用人话说就叫做色彩的倾向 阳光照在白色的墙面上 受光的地方呈现出亮黄色 让我们感觉很温暖 而背光的部分呈现出蓝灰色 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清冷 这就是颜色的冷暖最直观的感受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概念 任何颜色都应该是有色相的 没有色相的颜色不能称之为颜色 比如黑色白色灰色 而这里的黑白灰是指纯黑 纯白和纯灰 所以我们在一张画面中 要尽量避免这些纯黑纯白和纯灰的颜色 占据你画面过多的位置 将会导致你的画面冷暖倾向薄弱 如果到这里你还是听不懂 没关系 接下来我们用一张图 把这些概念用色环全部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将了解到色环和三部调色法 以及把我们之前所学到的一些概念 带入到色环当中 便用我们更方便的理解 我们把红色黄色蓝色 分别置于色环的三等分的位置 这里的三个颜色 也就是所谓的三原色 红色相当于玫瑰红桃红或者品红 蓝色相当于品青天蓝或者是湖蓝 黄色相当于浅黄或者是柠檬黄 我们通过两两相加的方式 得到中间的颜色 例如品红加上柠檬黄 得到中间的橙色 再通过橙色加入柠檬黄 得到橙黄色 接着通过橙黄色再加柠檬黄 得到更偏黄的一个橙黄色 以此类推 这样我们就能补齐从红色到黄色 或者说从黄色到红色 这一序列的一个变化 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 补齐黄色到蓝色 以及蓝色到红色之间的序列 我们一个完整的色环就做完了 通常的我们把三原色之间的颜色叫做三件色 也就是所谓的绿成紫色 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明度的变化 我们从色环中随机起到一个颜色 然后我们通过加入更多的水分 得到更为明亮的颜色 这就是明度的上升 在明度的提升过程当中 色彩的鲜艳度也会下降 当然这个色环也并不是完完整整的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我们把这个色环置于一个空间内平放 然后用同样的方式 去把它的外圈通过明度的提升 去做到一个扩充 再把这个外圈通过一个理想的方式 把它合成一个圆锥体 那么一个完整的立体的色环就形成了 锥体的顶端是白色 锥体的底面的中心是黑色 那么在这个锥体所有的空间 它都对应着一个颜色 我们再扩充一下纯度的一个关系 在纯度提升的过程当中 明度会下降 在纯度降低的过程当中 明度它也会下降 那么再扩充一个小知识点 在明度降低的过程当中 纯度是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不妨做一个试验 比如我们先随机取到一个颜色 那么我们要让它明度下降 就有两种做法 第一是把这个颜色变得更鲜艳 那么它也会让明度下降 第二就是把这个颜色的纯度降低 同样的它也会让这个明度下降 所以反过来说 一个颜色在明度下降的过程当中 它的纯度可能会上升 也可能会下降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色环 很容易的找到相对应的补色关系 也就是180度对称的关系 绿色和紫色在色环中 所处的位置 相对的是一个中性的颜色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颜色之间 去区分冷暖范围 很多小伙伴们在问 补色对于我们色彩当中 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那么很多小伙伴们会问 我该如何快速的去记忆补色呢 很简单 这里教大家一个记忆的方法 首先我们先把红黄蓝的位置 依次放好 这样我们心目中也就能快速的得出 绿成纸的位置 这里就能得到三组对应的一个补色关系 例如红色的补色是绿色 黄色的补色是紫色 蓝色的补色是橙色 我们只需要记好这三组关系就可以了 例如我们随便挑取一个颜色 紫红色的补色是什么 那么我们肯定知道 紫色位于红色与蓝色之间的位置 紫红位于紫色与红色之间的位置 所以我们找补色可以通过黄指这对补色 找到这一根轴线 然后我们把这根轴线按照顺时针的方向 拨动一点点 也就能找出紫红色所对应的补色黄绿了 接下来介绍三部调色法 这里也就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如何把颜色调整 第一步找摄像 这里所谓的找摄像 其实就是通过我们上方的这个摄环 找到这个颜色所大致的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把摄环理解为一个表盘 那么那么找摄像 也就是找准指针 所对应这个颜色的位置 举例说明一下 比如这一株花的颜色 我们可以通过摄环来判断 它肯定是在紫色位置左右的 如果不太确定用哪一种紫色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冷暖去做一个更为细致的判断 显而易见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紫色是有点偏冷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选取颜料中偏冷的紫色 例如青年蓝紫等颜色来作为调配 这里第一步就完成了 第二步我们通过调整明度 来让这个颜色与食物更接近一些 然后我们去比较一下 物体与我们调出来的颜色之间的纯度差距 如果我们的颜色比物体纯度要高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添加一些补色 来让我们的颜色跟物体的颜色更为接近 我们再试一遍 图中的物体我们可以确定为红色 那么这个红色它是相对于三原色的红色来讲 是稍微的偏暖一些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到大红 珠红等一系列的颜色 同样的第二步调整明度 第三步找到对应的补色 通过一点点添加的方式 让颜色更为接近 这三步调色法 通过今天的一些色彩基础知识的学习 大家是不是觉得调色特别简单 希望我今天教大家的三步调色法 能帮助大家快速的调准颜色 让调色不再成为你的困扰 最后总结一下 如何把颜色调精准 牢记三步调色法 一找摄像 二调明度 三调纯度 小伙伴们学会了吗 你的三点支持 是我更新视频最大的动力 关注五色色彩 带给你不一样的色彩小技巧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